原标题 敌人就是不上大 素玉转而找了个替身打 一战兼敌5.6万1947年的莱武战役 起初 华也要歼灭的 并非是李仙舟的三个军 瞄准的 而是敌四个王牌整编二五师黄百涛 七四师张灵甫 和一一师五年六五师 可是 最后怎么打敌是李仙舟 而不是黄百涛张灵甫等人呢 其实 这与几个王牌军的厉害有关 华姐曾经两次诱敌 都没有成功 1946年底 鲁南战役结束后 蒋介石不甘失败 又匆忙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 以陈成为总指挥 其中二十三个整编师 约三十一万人 企图与华也主力在淋漪决战 陈成把部队分成南 北两个集团 南集团以欧镇为总指挥 八个整编师 北集团以李仙舟为总指挥 三个军九个师 南集团中 吴镇以吴脸整夭夭师为左路 张灵府整七四师为中路 王百涛整二五师为右路 敌人南北对近 气势凶 凶 被迫反正的伪军头目 好鹏举见识不妙 于1月27日率部叛变 当上了蒋介石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负责右路一侧掩护 这一仗怎么打 华也的臣意胸有成竹 华也主力于打枣装后 急需略势休长 而后拟南下打欧镇 及七四师 对北县王要武部则牵制之 也就是说 他们瞄准了欧镇的几个手下 胡莲 黄百涛和张灵府 随后 素玉帅部与陈毅会合 于是 华也的作战计划进一步完善 即在林一万为奸敌 你先打敌右翼二十五 六十五两师 再引右七四师 腰腰师北进 再行奸击 这个方案的胃口 更大目标是敌四个整编师 其中包括黄百涛 张灵府 胡莲三个王牌整编师 很快 华也主力开始了行动 战术是诱敌深入 准备谁冒进突出来 就先隔开塔 为而兼之 其中 华也一纵奉令向一县地区东开 首先开始诱敌冒进突出 一月二十七日 速遇下 令义飞以第三师在潭城以南一线展开 总击北进的敌整七四师 二月一日上午 整七四师开始攻击移众的前沿阵地 没有打下 下午在攻 叶飞立即放弃潭城而逃 把防务移交给三纵 率部北去沸县 准备参加围歼处处的冒进之敌 素玉为什么由此安排 因为移动是华也王牌 进攻性强 换成三纵阻击整七四师 条移动出来 可以参加更重要的围歼战 第二日 三纵阻整七四师继续进行顽强阻击 目的是 造成两侧的敌黄百涛和胡脸两路突出 以利主力寻击间其两翼中的突出一路 谁知黄百涛和胡脸非常狡猾 特别谨慎 不但不冒进突出 反而向中路张陵府靠拢 此季又敌不成 于是 素玉转而实施第二季 二月六日晚 陈毅和素玉突然命令二纵已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 次日在白塔部 驼峰地区 一举歼灭敌肉露的侧翼 掩护叛变过来的敌第四十二集团君主 利 升勤了好朋友 并有直取海州之事 这一战 陈毅 素玉除了惩罚好朋友之外 主要目的是引敌人主力东元 寻击东元之敌 不料 黄百涛 张陵府和胡脸 以及其他各路敌军 竟致好鹏举的死活不顾 华野二纵一打好鹏举 敌整个右路军反而向后退缩 这一计仍未能调动敌人 此计又不成 在南线调动不了敌人 怎么办 于是 素玉立即决定 将主力撤到林仪以北 去打北县的李仙州集团 于是 毫不犹豫地下令主力放弃林仪 挥施北上 为奸近日来吴地区的李仙州 随即 欧镇集团占领林仪 陈诚大喜 对外宣布 陈译残布以无力与国民党军作战 欲与刘邓不会合 国军正在追角中 山东大局指日可定 他完全没有料到 陈译根本没有去与刘邓会合 而是主力突然出现在来吴城外 2月20日 维坚李仙州的战斗打响了 结果 在三天之内 华野全坚李仙州 第七十三军 四十六军 歼敌五点六万 其中伏敌四万 包括李仙州等十几名将军都当了俘虏 若干年之后 李仙州研究南无战役时 看到了陈译 素玉的作战计划 感叹地说 没料到 我当了胡脸几个人的替身 还好还好 早被擒货 早早得到了解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